从去年度就开始推广老人共餐活动的新庄区全太理办公处 就是希望这些长辈们不要关在家里要走出坏 跟张五好友共进快乐的午餐 然而这项活动也深获黄霖一元的好评 从去年开始新庄区全太理办公处配合市府推动老人共餐活动 就是希望鼓励这些长辈不要待在家里能够走出户外 与张五好友快乐聚在一起享用午餐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美好的一天 有年开始配合我们新庄区政府朱立林市长 所有发动的长辈共餐 我们就开始在办每个月都有办 另外每两个月办老人健康趴趴走活动 外面共餐以前我们都会请一些有关专业领域 来说一些医疗尝试还是健康保健 让长辈可以对健康保护他的健康 全太理每个月都会固定举办这项老人共餐活动 共计有100位的长者到场参加 黄林议员亲自前往关心之外 并且肯定最佳的示范代表值得各界来学习 我想里长他用心良苦 每一次都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各种的变动 让人家有新鲜感有食欲 那有非常愉快的心情来接受里长的安排 我想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如果老人有用心的话 关心老人就关心自己的未来 每一个人都有未来 那每一个人也都会老化 但是不要认老 不要人老 人生去做才开始八十一海里 九十妈妈是一把笑眉眉 我觉得真的很快乐过人的一生 是最幸福的 推广老人共餐的活动 长者们可以一起享用营养的美食菜色 幸福不再孤单寂寞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导